里面这么多点位你不可能全都要 我这个打下来又是周品颜 都说75有毒啦 要不你们换个2-2组合吧 好鱼 没错 还好有个反坡 没反坡感觉嘎了 是的 而另一边 DDT跟天路上层区有一定的交集 是没想到来这么快吧 这明显就不知道 这DDT已经在这里枪线都架好了 这DDT也很快啊 走大桥直接上到双城区 这应该是小虫在过敛的时候被打下来的 嗯 啊后面有内鬼 这是谁 这 这是聪聪的雷 哎 坏了 坏大事了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翘阳有点尬 翘阳还可以往回爬一爬 雷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我聪聪 关键的击倒人科火 想补 风露 烧到了 哎呦 哎呦 差一丝 是 这是两个劝架想要来劝架的队伍在外面碰到了 对 小路好像走位太过激进了正好被对方逮到了 因为 老爵的自主要主动进攻 越外面贴的队越来越多了 吃到远点分的出枪又是永远出枪 一把命运将小鬼放倒 你可以看得出来小鬼第一身都不知道哪打的 但是人头分是被萨萨给拿下 嗯 匆匆在一颗火将小五弟弟的分数被捕了 一楼 苏九这里有击倒 胶羊二倒 实际上 但是顾爱维的枪线一直在骚扰 哪敢吃了 重蹲的伤害 匆匆下来补枪线 不过胶羊还是 没了 嗯 胶羊被冲突补了 蛤 哦 苏九 这波 什么鬼 这边打的太混乱了 由于南北两支队伍都在进行对这个防区进行劝架 南边是GFI 北边是FORM 上坡上走 就可以是一撕 只要补点伤害他就倒了 被烟雾遮挡看不到 其实这波还可以啊 嗯 拿了分数之后其实可以回到防区撤一下了 这波混战当中只有一个 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劝架机会 只能导致不再去那队伍只能进行盲扎 哇 周围全是 他来了个最低的区域 是的 扎到这个小栏房 而另一侧的话 降路是把时期剩下的两分给全部收下 嗯 而且整体东侧降路这边的枪线 扩展的还不错 也是高点的位置 下一个 对 下一个扎的 然后DG7在边上跟NewHappy打扎 NewHappy这里人不多 苏九找到NewHappy要撤退的这个timing 品言去找南南他们了 嗯 连打逮捕放倒了一个 我甚至感觉NewHappy本来是要合的 但是慢了那么一点点 因为他们本身两个人就已经在圈里面有位置的 是的 而且悟空扎了这个点很有可能就是NewHappy的脸上 而另一侧是双方DM直接扎下来了 Pick Forever 打两个 放到了小海再放到的露露一波双杀 刚好是人投掷物的timing 嗯 顶上的雅皮正好出现在一个出其不一的位置 是的 NewHappy这里是个厕所 怪不得刚才第一时间没来 是的 旁边还有一个人 白龙马 在破的另外一头 虽然说NewHappy损失一个 但是头领上DDT也是要遇到同样的问题 他也要面临一个盲渣的地方 你能去哪 他绕了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给了RBS更多的这种扫枪的一个 现成 然后就是 很多队伍打的都非常的无奈 嗯 先卡个圈边等圈刷吧 一颗手雷直接塞到幻神脸上白龙马 嗯 一来 他要等高兴来吧 高兴如果一直在远点的话 那他一个人怎么打三个人啊 刚刚就起来 这个是拉过来个很拉 完全不知道了 已经进屋了 耳机呢 打了个背身 听不到脚步 有可能是因为投掷物的关系 嗯 这直接贴进来完全不知道也太伤了 我这真的有点凶 而且RBS这部其实没有处理好 远点被击倒了 给了对方机会 两个人全踢过来 变成2打2了 嗯 2打2 TMA也本来也想扎的 发现GFY更快一点 选择停车下来 扎平台吗 就这个平台 我全是一丝儿 是的 那是没地方扎了呀 要去这里打下了一场 贴押技是直冲这个加油站 将XCG目前打的只剩两个人 双方2打2 嗯 我只能说XCG有点贪 四圈还在分彩 还在这想啥呢 这把团阵打的都好 这好迷惑呀 节奏点是感觉不在一条阵线上面 很乱 又来一队 明白了感觉有点解说不过来了 顶上是CG跟FTY 而加上战的话是GFY跟KRG 611赢了 DD7赢了 是DD7两个人把这个防径打下来了 RBS这拨防守真的是 哎呀 不是他远点对枪断尾倒一个 都在救人 这过去 想裸跑没办法 想裸跑 有烟吗主要是没烟的话那没办法呀 是的 但是阿佩一起倒了两个 想爬上去正好被原点小鹏找到机会 这个时候GFY正愁没事做 RG一起撞了一波加这个加油战 两边都给机会了 两个一森没倒 一个阿头目一个Summer都没倒 嗯 有点什么CC一发 全NG放到旺仔 但是现在正在炮的蓝圈伤害啊 是的 要被WCG拖住了这FTY 硬扛 FCC贴定点 第一battle被许申打了回去 再拉过来许申好像没子弹了 567顺势接下 MOSTER打了一个背身 MOSTER要转 转起来 赶紧就一波旺仔 在野内 这个地炮雷可能要出事 应该是没了 捏的差不多 差不多 3点 有问题 血量上来说只要是 有点伤害就没了 TMA 在外面再抽 SMS SMS没什么人了 因为DDT把他们抽的根本 也就是控制住了马路 要顶了 现在整体厕所的人 没有任何的视野 只要把远点石头架住 把厕所清出来 而且755现在目前血量不是很多 是由原点DDT的枪线 DDT这把又拿到一定的淘汰树了 空边空的也非常不错 别搁 其将拿过来开椅 一个SGA 当时 坦克的水量不是很多 正好在打药 这样的话电塔也被拔掉 只剩Jekin一个人在经理房 经理房这位置不在圈 他自己腿过来了 要顶 双方投注的交换 双方一个手雷 将SMS打掉 是小鹏的位置很危险 哇 Jefi的雷好多啊 Jefi没怎么打正面团的嘛 拿过来 是的 小鹏这个位置就是打外面无言体的 我就接到了 是的 同时打补枪这把Jefi也有很大的机会啊 瞬间打完了12个淘汰 很完美的一波团 其实这波 Jekin要过来 还要去处理Jefi 但是还是被Jefi发现没任何问题 无言体的甘拉 他想把Summer补了 嗯 是的 想拿分啊 这把确实是属于 它是属于 无限混乱当中的唯一一丝理智 是的 前两把不拿分 一把就拿大分 Summer刚起来又倒了 是的 雪人应该还没打起来 不能再说了 因为要想要走吧 Summer在车上吃了枪球 也是预判对方要扔雷 赶紧换位置 Jefi的Jefi 落地的位置 又是一颗雷 直接被对方炸倒两个 好easy啊 他们处理前点 感觉是这波接发有点犹豫啊 我感觉像是四冲非冲的感觉 肯定是有人架枪有人冲 他冲到近点他就是残血 那没办法 直接给补颗雷 是的 而且XLG 你看他这个枪线配合 投掷物的时间点就卡得很紧 没给误会 还放到了小海 大平原上能不能给对 DC是与世无争啊 没人管他 三只队伍都在圈外 他要是四个人 他可能就 早就出去了 对 就出来两个来 偷一偷什么XLG 屁是6-1 他是 因为毕竟是指挥嘛 对 一般人脏活累活都是他干 对方 禁点的三日暴团 是将封锋使直接秒杀 阿托木再次出枪 连续的放倒 特别也倒了 还剩Candy GFY已经尽力在拖 去XLG了 这雪儿要是倒在独外 这个是不太好救了 天没选择趁乱 小A背起了谁 特别吧 太慢了 直接打了一个侧身 来吧 远点出枪 将Kandy倒残血 Kandy只要不倒 因为那个谁 小A已经 Kandy很危险 哎呀 这个石头已经被顶了 来不及了 是的 天没这把目前是 马上认出最多的那一方 牙匹拉过来 跟就配合 将XLG分数给分割 打背身有点小马 不过没问题 不上枪了 这把天没机会很大 现在是4-2 是的 直到是4-2了 而且6-1回房去了 那高兴一个人靠4个 我打了一个 但是很可惜 对方人数众多 圈还来了 把人揪起来 自打印没问题 可以提前恭喜天没了 是的 天没这把 哎 刚才真的是 就GFY跟那个谁 XLG缠斗的时候 他们切入的时期非常好 是的 I P不能上碍人 是的 移动把射击训练啊 六要这也待不住了 没问题 恭喜天没也是